以藍莓蛋糕为基底 叠了一层松软绵密的起司蛋糕 藍莓整齐的排列在上面 最后点缀上一颗小红莓 紫罗藍莓起司蛋糕完成了 为竹北文姓路上的七四甜创 吸引许多热爱甜食的韬客前来尝鲜 因为我们七四的友来就是 我们是专卖起司蛋糕 所以我们是用英文的起司 把它转成鞋印 就变成起司蛋糕 我们为了推广新竹县政府 这边在地农产品 我们特地选了东方美的茶 然后融入我们的饼皮 我们还加一点点 我们的最大的元素就是起司 那我们又调一些起司粉去 综合它那个甜腻 也因为创办人是1974年出生 所以店名取两者谐音为 七四起司 店里主要产品为甜点 口味有别于传统 尽量使用在地食材来制作 例如东方美人茶土凤梨酥 四季春饼干柿子慕斯等 不断的创新制作出新产品 同时保持高品质和高品味 店内提供八种口味蛋糕 还有下午茶轻食等甜点 执行长赖小梅来历可不小 21岁就成为饭店主厨 36岁在景文科大担任助理教授 也出了9本甜点料理书 热爱挑战的他选择到陌生的新竹发迹 开拓自己的甜点事业 传授26年资历的甜点制作技巧 我之前是在学校担任专绩主理教授 那我想要保留就是教学 有厨艺课程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自己就是私心 然后去开了一个厨艺教室 那我就想说 那我们就是以亲子烘焙为一个出发点 会比较结合在地多元 室内装潢的美轮美奂 甚至可以用富丽堂皇来形容 占地辽阔 一般座位大概可容纳35人左右 还有包厢可供8人以上团体定位 适合办小型派对 公司会议 如果您喜欢尝鲜 又喜欢甜食 那一定不能错过七次甜床 一同度过悠闲的午后时光